嗨 我是曼妮 这次为大家设计的是 鱼来菇的应用料理有两道 首先看到的是五行冷乌龙面 为什么叫五行呢 因为它还有五种颜色 但呢 我是把它拿来煎蛋皮 对 它很香哦 煎恰恰一点的就还蛮好吃的 这边看到鱼来菇呢 你就大概只要抓一分钟以内的料理时间就可以 小黄瓜 红萝卜我就把它刹腔 豆干呢 我把它切丝 你也可以用豆皮豆包 那黄豆芽呢 我就先把它滚水煮熟去生之后呢 我就下我们的鱼来菇 鱼来菇下完之后呢 这一锅水我可以拿来煮我们的冷冻乌龙面 乌龙面煮完 我有把它浸泡在冰水里 因为这样口感就会更好 接着呢 这一道冷乌龙面呢 我有拌上我们的油葱酱 再淋上一点苦茶油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好吃 真是神来一笔 很适合现在的天气 接下来看到的是打打餐包 做鱼来菇虾仁 这样就可以是一道菜了 我是用姜丝跟蘑菇炒香之后 我下虾仁 鱼来菇也是一样最后再下 这个时候会用姜丝 是因为一来是姜的季节到了 再来就是我们夏末秋初啊 我都会在料理里面加姜进来 帮我们的身体除湿 因为夏天我们都会喝很多冰凉的东西 鱼来菇它不是菇类 它是藻类 所以它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跟我们平常食物营养里面 摄取不到的 我都会很建议大家要多方摄取 各种不同种类的食材 好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